大家好 我这两颗三角梅是同一批天差房子的三角梅 现在长势是天差地别 这一颗长势非常旺 长出来新芽又大又粗 这一颗的话长势就比较差 而且我这两颗三角梅呢 是用了同样的土壤 同时间给它换盘 同时间给它换土 那么出现这种原因呢 就是由于这颗三角梅的根系不够强壮 所以导致它吸收养分困难 让它的这个新芽长得偏弱 所以像这种状态 我们想要它快速恢复强壮的话 首先要做的就是 把它的根系强壮起来 我们可以用这种快速生根粉 浇灌到土壤里面 让它的根系快速的强壮起来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每次等到这个土壤干透的时候呢 都给它对上这个快速生根粉 这样的话它的根系强壮起来了 吸收土壤中的养分的能力变强 那么它就可以快速的恢复生长状态 如果说我们想要达到更快速的一个效果 可以结合这种原液淡肥 因为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大年素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它来兑水 喷湿这个叶片 大概五天给它喷一次 连续使用三到五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的新芽 壮芽快速的冒出来 结合根系的酱壮 那么这颗三角梅很快就可以恢复了 虽然说都是在同一环境 同一条件下来养护这个三角梅 每一个三角梅 它本身的这个抗性生长能力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三角梅的状态 稍微的改变我们的养护方法 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